我是寵物美容教室主持人Shelly 今天在我旁邊的這一位是寵物美容專家JoJo 還有今天在現場為我們示範的模特兒圓圓 今天的寵物美容教室我們分四個單元來教導大家怎麼幫狗狗洗澡 第一個單元就是要教大家在幫狗狗洗澡前要注意些什麼 那JoJo首先我們幫狗狗洗澡前要注意些什麼呢 那當然是說我們幫狗狗洗澡大概要有一些什麼工具 先幫他整一下不能說一下就給他抓到洗澡 以前我們都是把它直接就把水噴上去開始用狗狗用的洗髮精就開始洗了 對你看我們現在有一個這個刷毛的梳子 這兩個是一定要有 因為有的時候你很久沒有洗的話它會打擊 其實就跟我們頭髮一樣嘛 你要洗之前還是先順一順才好洗 你至少要幫它那個有打結的地方要給它打開嘛 就是說像這種這種梳毛的這個用具我以前介紹過 那就把它梳嘛 那今天我們這個媽狗的話它本身的話 它比較小一點齁 不是這個我們這個種族人照顧得很好 所以說對我們來講這個就是說很容易配合 基本上梳一梳 然後這個狗的話它幾個比較喜歡打結的地方 這個耳背 耳背後面 比較容易會打結 比較容易打結 就是剛梳 你把它梳開 把它梳開 這些地方梳開 還有一個地方喜歡打結的就是它這個 它這個後腿這邊 後腿這邊的毛 哦 哦 那我們當然這個 這個各位朋友你在家裡的話 可能你就用不到一些推子啊對不對 對啊 那你剪毛的話可能你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你至少要幫它梳開啊 可是一般我們在家幫小狗 幫它梳毛幹嘛 它絕對不會這麼乖的 它一定一直掙扎的 對但是狗的話一上桌子 它就緊張了 對那狗的話也會看人對不對 看我們就是說 看我們這個比較嚴肅一點的 對不對 我們這個專業的 我發抖了 奇怪它這個狗狗是奇怪的 它一碰到我們的話 它就乖了 真的 對狗很靈敏嘛 它會你用主人的話 它會撒嬌 會給你耍 撒野 撒野或者耍賴 對 好 好 那同時我們的話 你也可以說 先幫它耳鍋清一清 耳鍋清一清 一般的話在家裡的話 你沒有那種專業的這個水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酒精啊 或者是雙氧水來帶 好 那我上次介紹一個方式的話 你就不用說 那個什麼棉花棒 棉花棒比較麻煩 所以你用這個棉花 好 用這個夾子 這個夾到 對不對 一轉 也是另類的棉花棒 對 你就沾了酒精 然後耳朵裡面 對 清乾淨 對 把耳朵清乾淨 因為好像聽說 狗狗的耳朵 就是那種臭味的來源 對 那這個MARTIS還好 一般的話 就是卡托斯乾淨 它很容易感染 所以說清耳朵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如果沒感染的話 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它是清潔性的 對 對 還有的話是說 你如果說 要去洗澡的話 你可以先給它這個眼睛 眼睛 一般我們有的時候用MIRROROIL 給它幫它這邊擦一下 或者是你用那種眼藥膏 給它點一點 先點就對了 對 眼藥膏 這個是防止說 如果說有什麼肥皂水進去 或刺激它 這是個保護動作 一般你不用也無所謂 像指甲 你自己也可以剪 指甲都可以自己剪 指甲 剪指甲的話 就是可能要注意說 剪一點點就好了 那個尖的地方 就是怕它如果說流血的話 一般人的話 比如說狗子能看到這個狗狗流血的話 它就慌了 都會慌了 不是它不但慌了 它就心疼了 心疼是一定的 對對對 那基本上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幫小狗 在洗澡前的準備 洗澡前 最好幫它都 最好是 你書的那個 那個 越給它散開越好 它洗完澡越好 它會漂亮 除了說清潔力越好 到時候也是越漂亮 就是毛的那個舒展性也越好 對對對 一般的話 一般的這個狗屬人的話 這個 尤其眼睛這邊的話 眼睛這邊它很怕 自己做的話 我 我就介紹一個小剪刀 我看一下 小剪刀 我介紹一個這種小剪刀 這就是你們這個女生 女生用的 哈哈 這好像剪鼻毛用的 對 剪眼睫毛什麼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這邊做節目都是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愛狗朋友啊 在家裡面可以節省 而且就很容易取得這些器材 對 我的話 一些經驗的話 我們絕對不說說 什麼要keep什麼 什麼地方什麼 不用 因為狗狗是我們愛狗 我們愛狗 對不對 你比方說 這邊用小剪刀 剛開始的話 為什麼要用這個動作呢 嗯 就是讓她覺得 你這個是慣性動作 沒什麼這樣 沒什麼嘛 這不會傷害你嗎 就趴剪下去了 你看看看看 不動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 很多朋友 就問我 這個地方 最難的 對 我有的客人的話 他這個地方 他就是不敢剪 好像又快狠準的感覺 不是 就是 你拖得太久 他就會開始掙扎 對 就說 沒有什麼嘛 我們的剪刀 只是在給她 抹擦一下 對不對 好 然後趴剪下去 好 這是慢慢練習 好 這很重要 這個要慢慢練習 好 那基本上我們 我們在狗狗入獄以前 嗯 就 就是 值得注意的東西 就是這些 就這樣子 小步驟 大關鍵就對了 對對 有個問題 要問一下JoJo 就是說我們在幫小狗啊 準備洗澡前 水溫究竟是要準備幾度啊 有的時候太冷 有時候太熱 我都不知道 小狗適合的溫度是幾度啊 這狗狗的話 狗狗本身是 比較是不怕冷的 嗯 本身他就有溫度 所以你去手去看的話 是一個 溫的流氓 千萬不要燙 只要說 嗯 不要冷 就可以了 好 就是 試溫就OK了 對 試溫就可以了 你手去 去這個感覺一下 嗯 溫的就可以了 OK 好 今天這個單元就到此結束囉 那我們下一個單元 要幫大家介紹就是 幫狗狗洗澡的過程中 要注意些什麼囉 還是一樣 我們會請到一個JoJo 來為我們介紹囉